华联市公所办理的回南客庄故事地图第二季 为期8个月的活动 只要是到特定店家即将完成任务就能够摸彩 截至活动结束 共发出了超过千张的摸彩券 3号是由市长为家院 抽出了27位的幸运民众 并且亲自连线最大奖iPhone14 得主让得主一度以为是诈骗 举办第二季的回南客庄故事地图闯关活动 自去年4月中起跑至年底 为期8个月的时间 邀请乡亲和游客 前往花联28间客家店家解任务 挤满三个张就能兑换抽奖券 截至活动结束 共计发出超过千张摸彩券 3日由市长为家院抽出27位幸运得奖民众 其中最大奖iPhone14 由新北三重的民众抽中 市长随后在直播中连线 让得主一度以为接到诈骗电话 喂 喂 那个花园市长还有诈骗 真的吗 真的啦 你有参加我们客庄所的活动吗 对啊 对啊 有中了iPhone 有中了iPhone 对对对 你中了iPhone 我们是市长吗 真的真的 我们现在有这直播 你可以看我们直播 在这边未来也会推出 线上的一个故事地图 跟线下的一个故事地图 那未来也会 讲演会更募集 更多的摸彩品 来让大家来参与这个活动 那我们可以看到总共的一个摸彩券 有一千多张 那就代表了有一千多位的一个观光客 来到花莲 在疫情这个时间 让大家更认识花莲 也更了解花莲 那也期许未来我们再办多一点活动 也能够拉近 花莲的观光也能够更好 那未来也希望大家能够 一起来参与这项活动 那我们可以 让花莲的观光 跟一些地方的一些特色 跟一些小旅行 都能够推散出去 得奖名单公布于 花莲市公所官网脸书 以及花莲市浩克文化会馆脸书 并以电话通知得奖者领奖方式 即一起至1月6日中午12点前兑换奖品 客行所表示 甚至有台北民众来花莲五次 才完成几张拿到摸彩券 故事地图手册发出近3000份 回收几张超过2500个 发出超过1000张摩彩券 还请民众拭目以待第三季 回来客装故事地图活动 记者长汪彦华女士报导